华联市长魏佳贤出席驻强国小自治市小市长的就任仪式 并颁发当选证书给小市长卢威成 除了要恭喜小市长及其团队 也强调了民主法治向下扎根的可归之外 更提醒当选是责任的开始 小市长在任职的期间是务必要落实参选证件 这也是对选民的承诺 华联市长魏佳贤参加了驻强国小升旗典礼 因为今天要由市长来亲自颁发驻强国小自治小市长的当选证书 市长魏佳贤表示 民主法治向下扎根 让孩童从小建立法治观念 这就是民主法治可贵的地方 他也勤迷小市长在任职期间要落实参选证件 这也就是对选民的承诺 今天来驻强国小 那我们是来颁发我们自治小市长的一个当选证书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上一任的自治小市长赖昊恩 那非常认真也非常辛苦的 把自治小市长的政策跟证件都落实完毕 那我们新任的如威成自治小市长 他有新的想法跟理念 那我希望说未来在执行整个证件的时候都能够落实 那我相信民主法治的训练是从小开始 那我相信这些孩子们经过了一票一票投出来 被选举出来之后要执行自己所提出的证件 那选举人的部分 那我们投票的孩子也会用最强力的方式来监督 每一个当选的自治小市长 还有他的团队跟所有要推出的证件 那我想这是民主法治可贵的地方 那我们希望说今天也到现场来鼓励孩子们 那如果有公所能够提供我们资源的部分 我们也会来全力来协助小市长来完成 他们所提出的证件跟理念 一是首先由卸任小市长赖昊恩及他的团队 向全校师生发表卸任感言 之后由市长魏嘉贤颁发当选证书给小市长卢威成 还有副小市长谢思雨、许章景欣以及林秉成等人 肯定他们获得同学的支持 市长表示当选是责任的开始 因此他特别到现场鼓励小市长和他的团队 更希望每一个孩子在未来学习过程中 能够一步步往前迈进 成为国家有用的栋梁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